这一题呢我刚才用了那个simultaneous就是二元一次的方法来做 因为这一个是在Takuina在二元一次的那个应用题的范围 所以我很自然的就被他带着用二元一次的来做 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比举比例的方法 两数字比呢我就有x跟y x比y是2比3 它的和就是我的x加y是30 我们第一行是它的名字 第二行是它ratio第三行是它真正的号码 然后我的2加3会是5 所以这边我补那个5上去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要找x的时候我就交叉成 所以我的x呢会是等于2乘以30除以5 然后就12 我的y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的y是在这一边 ok然后我也交叉成 所以我的y呢会是等于3乘以30除以5 然后我拿到的是18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g呢就会是等于12乘以18 然后等于216 ok它的答案会比刚刚的这个二元一次的方法容易很多 然后快很多 然后可是如果它在题目那边加多一句讲 什么用二元一次的方法来做这一题的时候啊 这样你就只好用二元一次的方法来做 好啰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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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